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不同的看法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预算财政委员会了 那当然如果我们透过淹税的方式 完全淹税的方式的话 那当然国家的这个税制是健全的 可是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这个淹税 它是统筹统支 那进到政府的体制以后 它并不像教育预算 教育预算在宪法里面是有保障的 那第二个呢 它还有个专法管理叫教育经费管理条例 就是说它一年不得低于什么GDP啊多少 那然后要怎么分配 那我们卫福是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只好透过一些淹捐的方式 来做卫福的支出 那虽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有人会批评 淹捐它很可能变成你们的小金库 可是至少它是专款专用 那如果我们今天 不是透过一定的法令程度 在国家的税收上保证卫福支出的话 那很可能你即使把淹捐废掉 进到淹税 那进去以后啊 那它除了第一个能不能分配到你卫福 这是第一个令人家质疑的 很可能执政者 他很可能干脆拿去盖蚊子馆 靠性借了 因为做卫福防治的工作本身 它绩效没有办法马上彰显 但是到处就盖蚊子馆 有可能 所以虽然淹捐 它拿来做失眠的治疗 感觉并不妥 但是除非你们要往了一个方向 就是要去力争 将来如果全部要回归到淹税去的话 那卫福支出在国家的总预算 它要有法令的质地 跟一定比例的分配 要不然的话啊 我个人是觉得 你淹捐你不赞成 可是淹税你又不能保障卫福支出的话 那会很麻烦 所以基本上我是适当的程度支持你们 应该除非你这个宪法改变 或者是像教育经费管理条例 有这样一个东西出现 或卫福经费管理条例 否则的话 那我觉得你们如果要做卫福 只是说你这个经费要妥善运用了 你收了淹捐以后 你要妥善运用 所以这个我先表示一下我的意见 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我倒是比较关心的是 这段时间呢 我们此报情形非常严重 空气污染非常非常的严重 严重到大家束手无策 我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政府有什么强而有力 我们可能这段时间很热烈在讨论马席会 我们很热烈在讨论正所税 这个礼拜要表决大战 那我们也在讨论燕捐燕税 可是对我们无时无刻 分分秒秒在呼吸的空气 我们既然政府没有一个紧急措施 那很多人认为那空气能怎么办呢 空气能怎么办 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处理 No 政府要展现态度 而且要紧急处理 那我就不晓得 我请教你几个问题啊 我看尤其我们中南部最近 这个空气污染非常的严重 然后呢 政府也没有一个指导转折出来 譬如说 他说超过止暴 尤其前两天超过止暴 已经止暴了 那已经达到空气的这个污染 已经超过很多倍了 那大家呢 以学校的校园来讲 老师们呢 个性歧视 因为政府没有指导准则 所以小孩子 到底应不应该停止课外活动 最起码 譬如说体育课要不要上 那这个很多老师 我这两天问了一些老师跟家长 因为政府没有指导 也没有专家告诉他们 所以大家一想 每个人意见不一样 有的说 空气虽然污染 但是呢运动很重要 因为小学生很可怜 已经一个礼拜只有两堂体育课了 如果再不运动不行 所以大家说宁愿冒险犯难啊 一边呼着很污染的空气 一边还是不能不上体育课 但是也有人说 那这样子体育做下去更糟糕 因为你在做体育的时候 你就在做有氧运动 所以呢 你呼下去的污染啊 就核止好几倍 很可能造成你的肺的损伤 比抽烟还严重 我们今天谈烟捐烟税 比抽烟还严重 所以我想先请教部长 我们像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 如果当达到子报等级以上的话 做上体育课 它是不是比抽烟还严重 是 根委员报告 这个空气的污染 像PM2.5这样子的 如果说浓度太高 的确确对身体是有妨碍的 到了一定的程度 户外活动应该是要减少 那我们有定定一些 减少还是停止 超过子报 不要讲得很模糊 我们是有一个标准 我们把它分成十个等级 然后像PM2.5的浓度 如果超过了大概54% 我们就觉得它已经不适合做户外活动 就54到58% 这个就不应该做户外活动 那更高当然更不合适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那当然这个指标是不是过于宽松 这我们可以再检讨 部长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再直接请教一下 这两天不只超过54% 有些地方都两三倍了 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减少户外活动 我很具体问你体育课 活动很可能去参访 或者在外面就走一走 我现在很具体问你 体育课因为它是有氧 要吸收大量的 因为在运动过程当中要呼吸 大量的呼吸 所以请问 如果已经超过子报的话 应不应该停止体育课 学校现在莫中一试 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 应不应该 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要停止 包括马拉松等等这些激烈的活动 应该要停止 否则的话对身体是有上义 那对政府标准就要定出来 譬如你刚才讲 超过50% 它应该是哪些东西减少 但是超过东西一倍以上 譬如说你要具出这个指标 体育课或体育活动应该停止 你要定出来 不然的话老师讲 也不晓得体育课 老师也不要上体育课 也不晓得要不要上啊 家长要不要给小孩子上 所以你这个东西 这样的标准 什么时候可以具体定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不然你快光挂旗子 挂了一个旗子 大家搞不清楚我要怎么办 这是谁 那你们具体形容 如果像这两天 已经达到指报 等级好几倍以上的话 上体育课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危险 你为什么主张 应该要停止体育课 或体育活动 是不是对肺部 它已经达到吸烟的效果了 有吗 它对呼吸系统 对甚至包括眼睛啊等等 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应该要停止 那以这个国家最高 卫生健康指导机关的话 你们近日之内 我建议你们 我强烈的注意 因为政府做事 一定要有方法 一定要有措施 一定要能够掌握速度 我强烈建议你们 一个礼拜之内 要找教育部来开会 因为他们懂教育 不懂健康啊 那你们是懂健康 你们还有国民健康署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至少先从校园里面去做起 要不然每个妈妈 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都不晓得 今天要不要给她戴口罩 要戴什么等级的口罩 听说戴一般的口罩 也没用 所以听说有人说 应该戴防毒面具 有到这个程度吗 很多妈妈说 我们是不是要戴防 听说戴 因为看到新闻说 连戴一般的那种口罩都没用 不织布的口罩都没用 是不是 对 口罩有很多的这个等级啦 不过跟委员报告 我们其实跟教育部啊等等 都已经开过会 做了一些协商 我想针对这个教育部 所主管在什么样的 这个悬服务 这个PM2.5的浓度情况之下 应该要停止上体育 可他应该很快 会有一些做法出来 你们有指导他们 我们有跟他们开过会 那如果超过几倍以上 是不止体育课 连出外参访啦 在外面活动的啊 田野调查 Fail Trip啊 交友都应该停止 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过 所有的这个 如果这个PM2.5浓度 超过54个Microgram的话 基本上这些都应该要 所以超过54的话 体育课要停 运动要停 运动项目要停 他可能可以在室内运动 室内运动 不要到室外 室内 有场馆的室内可以 对对对 可以 但是呢 不要到户外 对对对 那如果到多少以上 连室内都不应该 不会 至少从我们的幼苗作息 给他们买空气清净机啊 你与其拿来送iPad 你与其送iPad 拿去乱花 治疗失眠 还不如提供干净的空气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在一些室内的场馆 运动场馆 或什么之类的话 或是各班的教室 各班教室 因为都是冬天嘛 都打开窗户 不开冷气 对不对 那你也不能叫他关窗户 开了窗户 他虽然人在室内 外面的空气是进来的 那所以呢 买空气清净机 会不会比买iPad 或iPhone有意义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其实提倡的是 绿色交通 因为在台湾 目前大家呼吸到的 很多是来自于 汽机车排放 所以呢 是应该去提倡 这个绿色交通 去改善空气 那室内的部分 因为他距离 那个马路有一定距离 所以本来他 其实情况是还好 室内的话 主要是一个是烟 二手烟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有燃煤的国家 来自于燃煤 我们的室内 其实只要是禁烟 其实算是OK的 是 我刚才提的很多东西 比如空气清净 是因为很多妈妈的疑问 搞不清楚 你想要吗 说大家应该怎么做 家长会在想说 我不要捐点东西 给学校 或什么之类的 防治台 因为政府一直没有一些 具体指导措施 所以你说既然已经 有跟教育部开会了 那你们也提出了一些 措施跟办法 跟标准出来 什么时候该停课 什么时候该停止 参访活动 什么时候该停止 运动等等之类的 那么请你们 把这个标准给我 以及未还委员会 所有委员 你们什么时候 可以提供呢 今天可以提供吗 我们会尽快 好的 今天可以提供 对对 那委员刚刚提的 我们会麻烦教育部 加强对家长的宣导 让家长了解 而且也要对学校下指示 因为你刚才前两天 超高能量还是有人在上体育课 因为并没有强制规定 请大家自己看这办 请大家减少减少 就搞不清楚 它的标准是什么 减或少 因为国际像骑脚踏车的人 他们发现空气污染有伤害 但是脚踏车本身有帮助 所以最后还是力大于弊 这是因为它 所以还是要骑脚踏车 但是不要上体育课 就减少 你们要把项目列出来吗 上骑脚踏车 可以做体操 不行什么 你应该把标准列出来 老实讲你这样子挂下去 我也回哥哥 所以应该把具体的指导原则 至少给校园了 然后给劳工 给社会大众 谢谢 谢谢委員 好 这次应该提